画面中橘红色烈火熊熊燃烧 火蛇无情吞噬整座工厂 厂房主结构被烧到坍塌 完全看不出原本的样貌 现场还不断冒出浓烟 消防人员到场 紧急出动切割工具 破坏铁卷门 进入工厂 拉起水线灌溪 事发在基隆七堵自强路 13号晚间9点左右 一间花圈工厂突然传出火警 火势燃烧剧烈 浓烟冲天 19报案台顿时涌入大批电话 消防局派遣25辆消防车 多达46名消防员前往 轮番进入工厂救火 工厂占地约100平方公尺 里面放了大量保利龙花圈 都是易燃雾 加上基隆很久没下雨 天干雾燥 火势很快就蔓延开来 差点波及一旁的木材工厂 情况一度相当危急 主角这个火势 希望能够局限 在这个花圈花板的一个工厂 不要再延烧到第二个木材工厂 火势在10点左右熄灭 索性工厂内没有人留守 才没造成伤亡 火调人员已经进入厂内调查 希望能尽快厘清起火原因 记者 注定荣吴亦轩基隆采访报道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锁定中视频道